关心一下娱乐消息 中国知名的女星李彬彬 去年演出动作片《二龄古堡》第五集 角色吃重啊 让更多美国观众认识到她的美还有演技了 而最近更获选为美国知名娱乐杂志 年度亚洲之星的殊柔 当然李彬彬也特地飞到洛杉矶 亲自出席颁奖典礼 洛杉矶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彬彬 很高兴今天来到洛杉矶 李彬彬一身蓝色亮片贴身小礼服 先卸好身材 让现场美光灯闪个不停 这几年积极在美国电影露脸的她 成功打进好莱坞 被福华世界杂志 票选为2013年亚洲之星 李彬彬强调 再忙也要专程来领奖 我今天其实是从瑞士飞到北京 然后中间停留了五个小时 又从北京飞到洛杉矶 为了这个来领这个奖 是付出了很多辛苦 但是还是很开心 然后我希望更多的美国观众 和在美国的中国观众 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影 李彬彬的魅力也吸引许多南加州 政商名流前来 洛杉大家长安东诺维奇 也盛装出席 而主办单位腾荣观光 选在The Commerce Hotel 举行颁奖典礼 主要是因为酒店已提供顶级服务 给亚洲旅客而闻名 Promes Casino一直以服务还有品质 都是提供给华人 或者是当地local的一些游客 最好的一个在饮食上 还有住宿上 都是可以说去指No.1的 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借由举办亚洲之星的颁奖典礼 让美国主流认识中国的隐心 并且透过国际化的娱乐活动 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促进中美之间在旅游和娱乐上的友好关系 以上就是李敏金彭迪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